不同梅材的作品在同一个空间中对话 让大众感受不一样的视觉饗宴 这次我们异域高音大典场展是以我们收藏的八位艺术家的作品为主要的展出内容 那这次的展出其实是记录了我们艺文中心从95年度开始成立到现在的不到十年之间的一个耕耘期的一个收获的一个记录 那在此其实我要感谢我们前任的通知中心主任张瑞芳主任还有林士林组长 在这一块初期的耕耘期的这方面的努力 那也要感谢这八位艺术家在跟我们其实都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艺术家 那他们把有些艺术家是把作品捐赠给我们学校 那我们也希望藉由这次的典场展做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的分享 那也可以在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就是逐步的在我们的软硬体的设备上面可以做更好 然后让我们的艺文中心可以成为南台湾一个社区型的展演中心的一个这样的定位的发展 能够逐步的成长 可是典堂作品其实有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跟大自然有所呼应 就是有的是跟大自然去描绘自然界生长的状况 或是自然界成长的状况 或者是反映在亲情的这个部分 都是跟大自然或是有些是山水部分的一个呈现 作品场域借由各种物质媒材和形象之间的存在感 营造出一个非人称的艺术世界 引导大家进入与众不同的幻景空间 此档展览将展至明年的1月2号 透过异域典藏展 让各种艺术领域在同一个空间中呈现对话 借此感受空间和美学的视觉饗宴 法杰新闻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